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禮拜一到禮拜天 每個早上的9點 9點半 我們先來觀察 接下來如何面對台北股市 那今天也是2020年的 最後一個交易日 面對台股 那麼第一個一樣 跟各位做個簡報 首先讓自己擁有 不受外界干擾的能力 這個所謂的不受外界干擾 不在於說 我不在乎外界 全球金融市場怎麼走 不對 而是因為 未戰而妙算多者 多算勝少算不勝 也就是說在台股開盤之前 你針對整個格局框架 你已經很清楚了 你也知道接下來該怎麼面對 股市的漲跌波動 做出正確的判斷 你自然而然 你就擁有 不受外界干擾的能力 那特別 特別面對 接下來在下個禮拜 新的一年的開始 那麼該怎麼辦 我們先看台北股市的大盤 我們很快速做個瀏覽 各位請看 這是加權指數 現在報價14758點 再創新高 那麼漲了71點 我們從K線 從K線圖的角度 你很快速做個瀏覽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台股 從這一次的一個起漲 13722漲到一路漲 漲到14427對不對 那回檔這裡形成兩個低點 一個在14081 一個是14053 然後接下來在14341 開始又起漲 現在來到14760 那麼請問 面對這個波動的行徑 我們如何找出對的動作 跟各位報告 利用比對 你可以有效擴大你的跡效 好怎麼樣利用比對 當然在節目一開始 還是先跟所有的會員報告 在指數的部分 各位會員 我都有主動提供你一個叫PSY 的工具啦 那PSY本身 它是屬於攻擊型指標 就這樣子 那麼你如何善用 各位我提供給你的這個工具 就完全照著做 那麼你一定會有 非常好的一些績效 那面對台股 直接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我們在昨天 在節目一開始 還是一樣先跟所有的會員 做個簡報 這個是昨天 昨天是12月30號 然後我們昨天的研究報告 叫做保留版 什麼叫保留版 也就是說 我們把台北股市上市櫃公司 各位會員 將近500件公司 這500檔針對今年 跟明年的獲利預估 今年跟明年 那你怎麼去換算 記住你把即時的股價 舉例 2330台積電對不對 台積電現在報價是不是525塊 你就股價525 加上什麼 去換算什麼 明年不是今年 因為今年已經要結束了 雖然財報還沒有公布 可是你應該要能夠非常精準判斷出 所有上市櫃公司今年的獲利能力 你怎麼可能真的 你最起碼已經看到 11月的月報表了吧 就是從1月到11月都已經公告了 那只差一個12月 你理論上你的評價不應該跟 明年公司正式公告的財報差距 不應該超過3個百分點 如果是比方說獲利預期1塊 你不可以說 你應該就是估在0.95以內 0.95到1.05以內 你不可以超過3% 所以整體上 來各位會員 請看這研究報告 第一個是從台泥開始一路下來 總共上市櫃公司500件 總共有500件 針對今年跟明年 我們昨天的研究報告有做出評價 那為什麼要做評價 因為沒有做評價 你如何讓自己 擁有不受外界干擾的能力 你已經肯好了 收費肯票接下來的一個可行性 預期怎麼發展 你大致上心裡面有個譜 你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記住 把最新的價格 去看明年的預估獲利能力 預估值 那麼股價除以美股盈餘 你就會得出本益比 你自然而然就會有 非常不錯的一些收益 所以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台股現在報價14714 記住買會漲的股票 不要去買會跌的股票 我們看到台北股市這一波 走勢這麼兇猛 說實在話 做空的或者是空手的 就代表說很可惜 你浪費到 這個行情 你不小心浪費掉了 針對未來新的一年 你要做對 那怎麼做對 跟各位報告 你可以經由比對 如何做出正確的比對 我們看這裡 各位先看這張表 要靜靜的看 可能有一點複雜 可能 可是你靜靜的看 各位這張圖表是從13722 再看一次 這是不是加權指數對不對 我們把K線圖抓出來 這是K線圖 我稍微把它放大好不好 這裡 這一根 來 這支是13722 這裡是14427 也就是說台北股市從13722 漲到14427 14427做一個壓回 壓回在哪裡 一定是14074 那為什麼是14074 所以這一天下來的最低點 在081 這一天下來的最低點 一度來到053 它在守多少 守14074 好 所以我們把幾個重點 123 那現在來到這個點 好 那你要怎麼看呢 一樣我們把它放上去 第一個 我們拿13722 也就是11月30號 11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也就是說台北股市這一次的起帳 當作一個基準點 我們比對分成特定比對跟固定比對 在比對的過程裡面 其實比對適用於 在技術分析的部分 要做比對 在基本分析也是做比對 你說基本分析也比對 對啊 你基本分析 你會去比對股價本益比 股價淨值比 股東權益報酬率對不對 資產報酬率 那去比對目前的股價 或者是去比對跟淨值之間的一個相對關係 所以整體上你可以利用比對找出最佳的 幫自己設定好最佳的投資策略 舉例 我們拿11月30號 台北股市的起帳13722 一直到昨天 到昨天截止 那麼你會發現到 我們把排列順序講給各位聽 第一名 CUSB叫南韓的南韓指數 第二名叫加權指數 不差喔 第三名 納斯達克 第四名 歐洲的德國股市 第五名 N225叫Nikke 叫日金225指數 就是日金指數 那接下來呢 分別是道琼跟上陣 那各位也許會說道琼創新高 道琼創新高 道琼排在最後第二名 來再聽一次 道琼創新高對不對 到昨天截止 道琼創新高 問題道琼是排第二名 倒數第二 那昨天呢 昨天台北股市是不是暴漲 1.49個百分點 他昨天為什麼要暴漲1.49 你要看啊 你要看 那為什麼要暴漲 因為他昨天如果沒有暴漲 這個1.39 他會怎麼樣 他假設他 他有可能會落後誰 會落後德國股市跟日本股市 所以漲這個暴漲 這個暴漲 他是不是領先了納斯達克 這是從最低點 就看一邊 從這裡 從這裡 這裡是個起障 比對完起障之後 要不要比對近期的最高點 要 1427 所以我們先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13722到昨天的14695 台股排第二 除了南韓之外 全球股市幾乎多落後 台北股市 所以這波沒走 真的有點可惜 我只能這麼講 我們往下再看 這是從低點比對 接下來我們從高點比對 高點這就關鍵了 高點是從12月9號 14427當作基準點 好 整個差異性就出來了 你說我怎麼看 台北股市變成第四名 不是第二名嗎 你基準點不同 OK 所以我們來看 比對一定要交相比對 不能只看一個 好 為戰而妙算多者 多算勝少算不勝 所以如果昨天台北股市不大漲 昨天不大漲 我跟你說 台股剛好變成倒數第二名 只剩贏一個上陣 你靜靜看著它 這個是昨天 這根這支 這支是不是這樣 收到14695 如果昨天沒有補漲 這個1.49個百分點 那昨晚的美股又漲 那台北股市變成 只贏一個上陣 變同位名 那多丟臉 央行每天手到快翻掉 各位你請看 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 包括今年下半年 你去回顧 央行 我們看台幣 台幣每天一開盤 就升值 狂升猛漲 然後不是這麼兩毛 三毛就四毛 一直衝一直衝 好到最後央行勉強 把它收回28.5 最後一盤 硬是把它收回來 然後每天找盤 又大升值 那為什麼 錢一直進來 我只能告訴你 就錢一直進來 做成台北股市這麼強 這是事實 所以我們來看 各位請看 這一張很重要 好 第一名 第一名 南韓的Casby 第二名 不好意思 第二名是日金 所以在亞洲地區 台北股市算不怎麼樣 第三名 歐洲的德國股市 第四名 第四名 加權指數 所以台股贏誰 贏納斯達克 贏道琼 贏上陣 好 我們是剛剛做的交叉比對 一個從13722對不對 一個是1427 兩個得出一個相同的交集 什麼交集 就是台北股市 它一定要領先 納斯達克 道琼 跟上陣 因為它落後 南韓 落後日金 落後歐洲的德國股市 這是事實 你用台北股市這麼強 很強它就落後 它就落後 1就1 2就2 我不猜的 所以代表 它在告訴你 未來新的一年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接下來未來 2021年開始 你已經有了一個答案了 就是台北股市 這個多頭 只要不落後 納斯達克 道琼跟上陣 你要怎麼樣 你要強迫自己正向 你就要正向 除非怎麼樣 除非你發現 不對 台北股市已經轉弱了 並且在漲跌 漲得比納斯達克 道琼上陣少 跌得比納斯達克 道琼上陣多 這樣不一樣 不一樣 代表說它要效果 所以你就有了一個底線 你的底線是什麼 台股在未來 未來新的這一年 因為你現在已經看到數字了 它落後南韓 落後日金 落後歐洲的德國股市 但是目前為伏領先 納斯達克 領先道琼跟上陣 所以它不可以怎麼樣 不可以落後納斯達克跟道琼 還有上陣 那麼這個多頭就可以持續 這個強攻猛攻的格局 就不會改變 但是它落後了你要小心 當整個格局看懂了 那指數的部分比較單純 我們講過 指數你就照著PSY 就這樣而已 那有什麼 就這樣 反正我也不能說明 不就長得這樣子 這裡叫正50 這裡叫負50 現在在這裡 你覺得該怎麼看 不就這樣子看 這裡是正50 這裡是負50 這裡是這樣 就算了這樣 我也不說明 就這樣子 那你就自己照著這個格局來 怎麼做 把昨天的研究報告拿出來 買會長的股票 什麼是會長的股票 兩分鐘後向您做簡報 零零五五五五八零八 現在就加入固德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樣我們在那個 在剛剛第一段的單月裡面 提到比對對不對 那麼比對我們是利用 台北股市整體大盤 那麼跟國際各個區域做交叉比對 那麼在個股的部分 或者是在基金的部分 你也是這樣子比對 你說這樣子比對 對 我們很快速 我沒有要推薦各位去買賣 什麼股票或基金 因為我就帶會員做就好了 但是因為這是盤中節目 我是教你一個方式 怎麼如何做比對 舉例哥請看這裡 畫面上你所看到一樣 這次的高點是不是 12月9號的14427對不對 然後最簡易的 我就把幾個主要的基金 就把它抓出來 我們講ETF也好 比方說 你通通做交叉比對之後 我舉例 你就比對嘛 那你要買會漲的股票 不要買會跌 比方說我把台北股市跟什麼趙鋒 攔酬30元大台灣50 0056國泰股力富邦台灣優值 你就全部放在一起做比對 那怎麼辦 你要去買會漲的 會漲的標的 不要買會跌的 什麼叫會漲的 我舉例來 這個是不是基金 這是基金 你比對得出來的 然後你的績效一定比任何人都來得高 那個股其實也是相同 這個是在上個禮拜 這上週 我舉例 幫我把這一塊放大就好 希望你能看得懂 這一塊 好 這個點叫12480 對不對 我拿12480當做一個基準點 然後我把幾個全值股 全部放在一起 第一天 第一天 漲幅第一名的 叫2317的鴻海 第一天叫鴻海 接下來第二天 漲幅第一名的叫華邦店 第三天不一樣 第三天變成陽明 然後12345678 陽明領先八個交易日之後 第九天變成台積電 然後台積電12345 台積電領先五天之後 接下來變成第一名變成聯電 然後聯電這一波就走強了 你看 聯電一直到12月中旬 它變第二名了 為什麼陽明變第一名 那麼請問你 各位你看著這張對比圖 加權指數這裡是12480 這裡是14427 這裡是上個禮拜五 假設我去買進加權指數 那麼我從12480 我就買每天買 買進加權 加權一直買買買買買買 買到上個禮拜 其實報酬率也不錯 大概是10個百分點 我要加權指數 但是我買會長的股票 我為什麼會買會長的股票 因為你擁有不受外界干擾的能力 你怎麼樣不受外界干擾 因為未戰而妙算多者 多算勝少算不勝 你都已經算好了 你算好什麼 你知道孫子兵法行篇裡面提到 至保而全勝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善攻者他會動於九天之上 不管他是善守或善攻 你都已經看穿他了 你看穿了 你未戰而妙算多者 對不對 所以你一看不就很清楚嗎 第一天買什麼 第一天當然買紅海 買完紅海第二天紅海掉下去了 誰站上來了 華邦店站上來了 那我買誰 我就買華邦 買完華邦第三天不對了 最強的變成陽明 我是不是賣華邦買陽明 買完陽明之後 接下來台積電領先陽明 我是不是賣出陽明買進台積電 台積電繼續去一直去 台積電天下無敵對不對 但是不好意思 他變成落後聯電了 那我當然該賣台積電買聯電 我請問你 從12480到上個禮拜五 你光做一億檔股票 你的投資報酬力到上個禮拜 就高達95% 我問你一件事 你的資銷還不太賣 你如果資銷不好我已經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沒辦法做 你覺得該怎麼做 台北股市明明在漲對不對 你問我說要不要小心 當然要小心 要不要避險 條件達成就避險了 條件沒有達成 你避險 避險總有一個成本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你避險你再浪費 剛好浪費掉一段行情 不是不能避險 你一定要條件達成 你就避險 條件沒有達成 你要追求最大利益 什麼是最大利益 直接跳快一點 我自己講過去 好 來 這是今年的四月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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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光霞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股價 現在股價 這是六十五 現在是五十四 這是六十五 你看一遍 你知道這裡多少嗎 這裡在二十二塊半 這裡是二十二 這今年的四月 這是四月分 我問你 二十二塊 二十三也好 二十四 隨便 請問有沒有漲超過一倍 絕對有 不是啊 這是不是叫陽明 我看就知道了 保證是這一天進場 一定是這天 不是這一天 我負責 一定是這天 這天 這天進場 過去這二十年 我沒有建議我們的朋友 進場過二六零九陽明 從來沒有 這二十五年來 第一次進場是 今年的十二月十一號 這天 也就是 他往下做回撤 對不對 做回撤這一天進場 隔天一開盤加碼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 善守者他會藏於九地之下 善攻者會動於九天之上 這裡買進這裡趕快加碼 怕會員沒有啊 那你告訴我 從十四塊 一路飆到二十八塊 這樣貼沒一倍 再來 接下來 跟你簡報 各位會員 所謂的會員 股票會員 你一定已經有這一檔個股 記住 一張 你不能給我買兩張 你買一張 你買兩張 他會賣去 你講真的 我很認真跟你講 你就買個一張好不好 從現在 一直到農曆年 到過農曆年前 他會慢慢表態 你不要急 你不要大買 真正可以開放大買 要過完農曆年 你要過完農曆年 我就跟你講了 電光鞋對不對 有去一倍嗎 有嘛 絕對超過一倍 我們的航海網 有超過一倍嗎 有 我們的鋼鐵人 鋼鐵人沒有 鋼鐵人進場之後 就大漲 飆漲對不對 飆漲過後 結果他點到體力 點到體力 我們就出漲 哪一檔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不是 因為我們還打算再買回 所以我現在不方便告訴各位 各位會員你一定知道 我們進場鋼鐵 全市場 大家還沒有再碰鋼鐵股 我們率先進場 我們進場後 鋼鐵人領先所有鋼鐵類股 率先大漲 沒有錯吧 大漲的過程裡面 因為他達到我們的體力點 所以我們就出漲了 出漲之後不就什麼 敦泰 亞信 不是都買這些股票嗎 買會漲的股票 你不要去買會跌的股票 會漲的股票 那你就做買進 這樣就夠了 另外節目中不方便 把股票名稱向各位做簡報 歡迎各位 對於我們的操作想進一步了解的 或者是歡迎你跟著我們一起上車 2021年第一檔CV轉換 威震四方這一檔標的股 祝大家身體健康操作順利 不用轉開 持續幫各位做簡報 謝謝 國家平安身體健康操作順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固德投入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 0800-555-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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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一樣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利用禮拜六禮拜天 長達一個鐘頭的一個單元 在過去一整年2020年 每個週末假日 我們主要做技術分析的教學 在技術分析裡面 主要它是有兩大區塊 一個叫型態 那型態裡面 比方說例如是像波浪對不對 或者是整個K棒的變化 這種都隸屬於型態的評估 另外一種比較簡易 我們叫指標 那至於在指標的部分 就是我們針對會員 我們提供一個PSY 好 所以技術分析概括 大家常用的 一個叫型態 一個叫指標 其實還有一環 滿重要的 也經常被大家忽略 倒是我們看到法人圈 特別是外資 你說外資有做技術分析嗎 有就有做一項 哪一項 叫做比對 比對可以利用在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 不見得只是 不見得只是什麼K棒 平均線 不是我舉個例子 各位請看 其實比對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們針對金融市場 在做評估 是一項非常主要的一個關鍵指標 我舉例各位請看這張畫面 畫面這個圖表是從 今年的9月22號 一直到9月底9月30號 當時 當時我們建議我們會員 買進一檔股票 叫2303的聯電 我舉個範本 好 這支鉤票叫聯電 我把它縮小 各位做個參考好了 9月份的聯電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這段過程 這段過程 我們建議我們的會員 全力買進大家所瞧不起的 2303的聯電 你說大家瞧不起的聯電 對啊 那是因為長期大家對聯電的看法 都非常保守 為什麼 第一個獲利能力不佳 長期跟台積電根本無法攀比 並且還嚴重落後 旺洪華邦電 確實是如此 只是過去這三個月 你看到聯電很強了 可是問題是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第一個 我們在金融市場 第一個 除了要追求最大績效之外 自保叫什麼 叫風險 你要有風險意識 那你怎麼辦呢 因為善守者 他會長於九地之下 他要長的 那你不知道 善攻者 他動於九天之上 所以你如何他藏在九地之下 他藏在九地之下 你如果知道他要去 你過去這幾年 這五六年 你買聯電幾乎沒有什麼獲利 沒有什麼投資績效 是今年9月份開始 才贏來這個大多頭 所以你說那我怎麼看 第一個你要經由比對 你要經由比對 這是在9月底 從9月22號 我們開始建議我們的會員 進場買進聯電之後 一路到9月底 我們持續要向會員 研究報告裡面要做說明 為什麼要買這檔股票 為什麼我們認為這檔股票 有能力 有能力的一張最少賺一萬塊 聯電一張有才兩萬塊對不對 一張賺一萬 要幾十張 幾個減減也有幾十萬塊錢 你買兩百張的 那就賺兩百萬了 就這樣子 聯電要賺他個兩百萬不難 沒有錯吧 好 所以我們來看 聯電單日交易量 可以衝到六十萬張 六十萬一天 你買個幾十張 不影響整個格局 所以我們來看聯電 為什麼我們認為聯電 是被低估的 各位請看 左側跟下方不一樣 左側這個值的 這個值的 這叫1 1 1.0 1 這叫2 這叫3 這叫4 這叫5 對不對 這叫12345 下面 5% 10% 15% 20% 25% 30%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把幾個 跟聯電相關的 我們要去做比對 就是比對了 為什麼 因為要買會漲的股票 然後並且要避開風險 那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是會漲的 什麼時候要避開風險 那你叫做比對 所以在基本分析的過程裡面 比對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說 你可以做財務報表的比對 或者是股價的比對 股價要怎麼比對 舉例我們來看 這個叫做中心半導體 這個 這個叫紅海 這個是紅海 這個是台積電 這個是台積電 然後我們的看法 不是台積電 講錯了 這是聯電 我們的看法 聯電再怎麼樣 再怎麼不堪 它也要來到這裡 再怎麼爛 它也不可能停在這裡 它最起碼要來到這裡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是生化價的 六吋廠 穩帽 這是穩帽 穩帽一看就知道高估了 高估了 就用眼睛看 我一直覺得 你用比對的 我不猜的 我不猜行情 你猜行情 你今天帶你的會員 提供投資建議 或者做技術分析的操作 你用猜的 那人家自己用賭博 自己去拼就好了 幹嘛要參加你 所以 一個從業人員 當你在推薦任何一個標的 要極為小心 這叫穩帽 對不對 六吋廠的 神化價現在跑到大陸養豬 那這個呢 Vanguard 這叫世界先進 那這一個呢 這叫台積電 那為什麼台積電 可以來到這裡 為什麼聯電在這裡 所以要看 底下這個 底下這裡 0 這5% 10% 15% 20% 25% 30% 底下這叫什麼 叫資產報酬率 ROA 以及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我們來看 聯電的資產報酬率 以及股東權益報酬率 合併 應該落在9到10個百分點 那這個呢 這個叫 這些公司的股價淨值比 這個叫股價淨值比 這個叫股價淨值比 這個叫權益報酬率 我去觀察 該公司的權益報酬率 聯電在這裡 鴻海在這裡 中興半導體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它很差 它報酬率不到3% 3% 你3%的股票 你符合你的股價淨值 大概可以來到1.5% 已經是天價了 那我們看為什麼台積電 可以來到5倍股價淨值比 因為台積電的權益報酬率 可以高達30% 也就是說我權益報酬率越高 我該公司就可以享有更高的什麼 更高的什麼 更高的預估值 所以我就可以給它更高的本益比 或股價淨值比 所以本益比股價淨值比不是用拆的 而是經由非常小心長期做交叉比對 所以你看台積電因為報酬率 不管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不管是資產報酬率 因為高達30% 所以台積電可以享有幾倍股價淨值比 我們來看聯電 聯電今年我們當時在9月份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看法 今年跟明年 權益報酬率可望來到10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從8%可以拉到10到12% 所以聯電的股價合理來看 可以給予兩倍兩倍的股價淨值比 那一倍是17塊2毛 兩倍是34塊4 那24塊到34塊 一張一張沒有一萬 二十張就二十萬就這樣而已 一張不才兩萬塊而已 我講的是事實 也就是說因為善守者 他會藏於酒地之下 善攻者他會動於酒地之下 面對新的這一年 你說那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對對對 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到底該怎麼辦 買會漲的股票 不要買會跌的股票 什麼是會漲的股票 我舉例 今年最強的兩個標的 一個就是說 12月份最強兩個標的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航運 一個叫鋼鐵 全市場一定都在討論這兩個 這兩個主題對不對 我請問你 這個難道不叫做行情嗎 這不是叫做行情 這是叫做什麼 其實我舉在我們從業人員的角度 不管是基金經理人也好 對大家來講 對大家來講最主要就在於 如何給支持你的群眾 不管是購買你的基金的股東 或者是比方說像我們業界會員 你如何幫會員創造最大權益 我覺得這個就叫職業道德 你做不到或是離歐北走 我感覺第一個 就好像歐巴馬 他問巴菲特 這原本真的就這樣子 你說股票到底怎麼避開風險 你說避開風險 巴菲特講法更簡單 如果會跌就要賣做空 會漲你就做多 就這樣子你就避開風險 不然怎麼避開風險 一檔個股會漲 你不去買它 你就愧對你的職守 行情在漲 你是空手的 我已經不要講做空的 假設你已經空手了 那你不浪費了一整段的行情嗎 你不浪 我不要講這一段就好 我講這一段就好 你不是浪費了這一大段的行情嗎 這樣3% 3%不是操作績效嗎 對啊 3%你要贏它30% 那你怎麼贏它30% 你能夠你要買會漲的股票 怎麼找出會漲的股票 會漲的股票兩個模式 第一個你利用比對 舉例 這一個 各位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從11月一直到聖誕節 我把加權指數 陽明 中鋼 聯電 台積電 鴻海 華邦電 友達 全部放在一起做比對 那為什麼要全部放在一起做比對 我舉例 來各位看這裡 我們稍待很重要 這是12月30 禮拜三 這個叫保留版 今年叫2020 明年叫2021 那我們要向我們的會員做報告 舉例 這是不是寫1101台泥 沒有對不對 總共500檔 最右邊 這邊叫預估本益比 我直接跳快一點 2609 2609 來看這裡 把這一塊放大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了 只不過再大一點點 這是長榮 華興科 強茂 可承 長榮 欣欣 欲民 欲民 洋民 對不對 華航 你把它對過來 洋民 這裡 今年預估 2020年預估2塊 明年3塊1 股價淫餘叫本益比 所以如果以洋民13塊 13塊 來做估值 他的本益比剩幾倍 4倍 4倍 我問你4倍到你 洋民如果可以賺3塊 股價30 除以3 股價淫餘叫本益比 如果股價是30塊 每股淫餘是3塊 那請問30塊的股價 預估本益比再幾倍 10塊 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22塊 23塊 他幾塊 他4塊 4.2 你卡公也買 卡公你也買洋民 我們是這一天進場 接下來繼續加碼 一開盤就加碼 為什麼 因為 會漲做多 就這樣子 你要買會漲的股票 而不是去買不會漲的標的 面對新的這一年 會漲的標的在哪裡 兩分鐘後向您做簡介 PSY50進場 PSY祝福您 國家平安身體健康操作順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固德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樣還是一樣 以孫子兵法軍政篇裡面提到 秦軍布陣 不知山林賢阻 舉折之行 代表你會喪失地利 你一旦沒有地利 你就不能行軍 因為你一出門 你就遇到重重阻礙 並且每個人都想要阻擊你 對不對 所以如果對整個環境 包括外在的變化 毫無所知 不好意思 不適合買賣股票操作指數 所以記得 你針對整個架構要非常清楚 然後該怎麼辦 每個人都知道股票要買會漲 股票會碟要賣 問題是你如何知道 孫子兵法在季篇裡面 他告訴我們 為贊而妙算多者 什麼意思 賣政收財 誰算得比較多 算得比較多的人就會贏 算得少的人不會贏 那至於算都不算 那就不可能會贏 那連優都不用優 那保證輸 你算都不算 台北高市職業我來買股票 我跟你說 你怎麼買怎麼輸 因為你算都不算 所以面對金融市場你要算 怎麼算 好 面對今年 就新的這一年 我包括在 剛結束的 之前的這個禮拜的禮拜天 很感謝 因為今年疫情 我們沒有辦法辦說明會 所以我們很勉強 今年在台北辦兩場 百百辦兩場 那總部能不辦中南部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的禮拜天 分別在台中跟高雄各辦了一場說明會 我現在直接講 我說明會裡面講什麼 我在說明會裡面 因為我們會場幾乎80%到90都會員 就是這一個會場 30的人好了 大概有27個是會員 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50的人 9545 最沒有40以上是會員 都是會員 所以我們現在會員的報告就在於 人為盡 民得失 死為盡之心替 好 先看這一檔股票 希望對你未來會有所幫助 這一檔股票叫1513的中心電 對不對 中心電現在報價在50次 好我們就把K線圖抓出來 我把它縮小 我只講一個最簡單的 加倍中心電會不會贏 這裡買中心電 對啊不然買這裡 不然買這裡 當然是買這裡 會漲的股票做買進 問題是我怎麼知道這裡會漲 這裡一定會漲 這裡不可能不會漲 為什麼呢 好我們來看 中心電呢 各位請看 109年 停在這裡就可以了 這樣就天下無敵 這樣就天下無敵 中心電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轉換期間是109年的4月17號 到114年的1月16號 近2020年就是109年 所以在今年的4月17日開始 就是持有中心電 第一次可轉換公司債的持有人 如果中心電的股價來到27.7 那誰就可以轉換了 中環的翁明顯董事長就可以轉換了 原大的馬家就可以轉換 我絕對對 因為他們兩個是中心電的超級大股東 因為中心電過去爆發 分化如必案 那麼他們協助 進場做協助 所以變成中心電工的最大股東 然後接下來中心電 在109年 就2020年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如果中心電的股價過了27.7 過了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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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漲一倍 這個叫1513電光霞 各位請進進看這張圖 不是現在 這裡是不是22 這裡22嘛 這裡24嘛 不在這裡 這不是現在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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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65 這裡 這個叫CV轉換 不是去買它的公司債 你說買中心電不就好了嗎 哪有那麼麻煩 這裡是不是整個集結區 股價站上總集結區的上緣 這個叫噴出 這叫總噴出 股價形成總噴出 並且站上CV轉換價 依照過往的案例 它就準備漲超過一倍 那會漲一倍 買一張嗎 你會買20張 不要緊 一張可以賺25 10張賺25萬 20張也賺1.50萬 我不要說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也賺1.50萬 還有那麼難 不在這裡 這裡是38 這是三十八 三十八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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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電光響 再來看第二檔 這個都是我有帶會員進場 我沒有進場我就不講 不就這樣子嗎 就轉換價嘛 這叫陽明 一定是這一天買的啦 本可以慶差價 月不可以黑白公你知道嗎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十二月 我們看一下這裡 二六零二六零九 來 這天十二月十一 十二月十一就是這天 十二月十一是這一天 你把它放大 這天 好各位看你的研究報告 就這一天 十二月十一號的研究報告 陽明買進建立基本持股 這是十二月十一號 研究報告的標題 十二月十四號 不是這裡 這裡 一開盤全力加碼 這裡買進 這裡全力加碼 這天就開始漲停 然後就啟動 啟動啟動啟動什麼 航海王這一波的正式多頭 這天買進 不是買進就好了 要持續加碼 為什麼 因為要去 他要去 這是當天我幫你做的報告 這裡叫十塊四 十塊四 這是陽明從2006年到2020年 我們建議會員進場的時候 我們說 好這裡 一直到112年的5月 轉換價是不是十塊四 那股價過了轉換價呢 過了轉換價呢 他就要漲一倍 他就是要怎麼 他就要漲幾個 他就是會漲一倍 他會漲一倍 你跟我說 這樣一張 一張 賺不超過十塊 三十張 最沒有也三十塊 一倍絕對有 這裡跟各位報告這一檔股票 這是我們在會場 向所有的會員做的簡介 就是說 第一個買會漲的股票 什麼是會漲的股票 繼電光轄中心電 航海王陽明之後 明年第一檔 CV轉販的標的 整個結構 啟動準備噴出 預計 最起碼有能力再攻一倍 歡迎各位跟著做 祝福所有的朋友 操作順利 採用廣進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今天 我們來跟著是 不見 我來跟著 我們來跟著 一個 廣島的 我們來跟著 舊裡